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在日本合掌村的一个木造建筑群 几年前我跟家人朋友一起到这边旅游的时候 进到这个村落其实你会觉得一个非常慵然 而且非常自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因为它是一个全木造的空间 那其实让我更震惊的一件事情是 这边的建筑物它基本上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让我非常明确了解到木构造 它其实它的年限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在回程的路上 我们进到了其中一家的那个咖啡厅去做休息 那一进到这个木造空间之后 我的儿子就开始抱着这边的柱子 然后开始在闻它的味道 然后就说哇 这个的纹路好漂亮 那其实你会开始去思考说 在我们台湾目前常常看到的建筑材料当中 并没有一个材料会让人可以真实的 会想要去触摸它 去闻它的味道 或是感受它的温度 去感受它的一个质感 所以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开始去思考 到底在台湾 我们可以怎么去盖木造建筑物 在台湾我们想要盖木造建筑物 不外乎你必须要符合一些基本的规则 例如说防火 耐久跟耐震 这个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物的时候 一些你基本需要符合的一个标准 那木造建筑物到底该怎么符合这些标准 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地好奇 那我们先从防火开始来讲起 大家应该都有去露营 烤肉 生营火的一些经验 那请问你们在生营火 或是在生烤肉的那些火堆的时候 你会去找一个很细的木条来生火呢 或者是你会找一个很巨大的木块来生火 细的嘛 我本来不以为大家会有互动 那当你找了一个很大的木块来生火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木块本身它其实不容易着火 而且当它着火之后 它外面会有一层碳 这个碳本身就会阻绝氧气 继续进入到木材的内部 它会把火阻断在外部 所以你会发现当大木块被烧过之后 它里面的木头是完全没有受任何影响的 你在把这些碳全部都清除之后 其实它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木块 这个就是木材它在防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接着我们想要来谈一下耐久 耐久这个东西 我们想要从木材比较核心的 如何去防潮来谈起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木的枣筒 木桶 或者是一些小木桶的东西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疑问是 这些泡枣筒或者是脸盆 它常常都要碰水 为什么它可以用得这么久 原因跟木材它的一些物理构造非常的相关 木材它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纤维 你可以把这些纤维想象成 它就是很多的吸管组成的 所以这些吸管虽然会进水 但是你只要给它时间 让它可以自然干燥 水就会自然地从它的吸管里面被增上 所以对于木材来讲 它的耐久性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它虽然可以碰水 但是你必须要让它有时间干燥 所以现代木造有非常多的工法 都是在帮助木材去解决 我如何让它可以有机会去干燥 就算它有机会受草 所以这个是保持木材 木造建筑物耐久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最后一个就是耐震 耐震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尤其台湾是在地震代 那在讲耐震之前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观念 如果我们今天把同样的一块混凝土 一公尺乘一公尺的混凝土块 跟木头来做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混凝土它的重量 将近是木材的五倍重 在相同一立方公尺的条件底下 那这个跟我们耐震有什么关系呢 在绿建筑的九大指标里面 有提到一个建筑轻量化 也就是说相同规模的建筑物 只要我的建筑物比较轻的话 它基本上在地震下的反应 是比较微弱的 相对于比较重的建筑物 那我们如果看到上面这两张图 你会发现其中一个 完全是用混凝土做出来的建筑物 另外一个 我把楼板跟墙板换成木构造 你就会发现它的种重 就降了几乎三分之一 是原本的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那这个在我们的耐震上 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在谈到木构造有机会符合 我们基本建筑所需要的一个标准之后 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谈谈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使用木材 人工灵就是现在 全世界使用木材的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森林 人工灵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经济作物 它是人类在有意识的情况底下 种下了属于我们想要去使用的一个树种 所以它的概念有点像是稻米一样 我们稻米在种下去之后 一年可能可以收成好几次 但是人工灵 它一旦种下去之后 可能要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才可以回收 那人工灵我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一棵小树苗 人工灵种到这个培养地之后 它会开始吸收二氧化碳长大 那它长到一定的一个大小的时候 它的吸收二氧化碳量会增加 这个东西就跟一般的 我们年轻人在发育的时候 会吃比较多饭是一样的道理 那当我的森林长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我可以把它采收下来使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采收下来 那采收下来之后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必须要在同样一个地方 再重新种一颗新的小树苗 去确保这样的一个森林 是可以一直循环 而且一直有固碳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砍下来的树我们会用到哪里呢 如果今天我们把已经吸饱碳的这个树 把它用到我们的都市里面 当作建筑物的材料使用的时候 实际上都市的建筑物 它就会成为储存碳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 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都市丛林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都市森林 而且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实质意义上的一个森林 那木构造它除了在我们的除碳 以及永续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注意之外 它还有什么优势呢 在这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经验 你可能大中午的时候 你到公园去玩 你玩得很累了 然后你发现前面有两张椅子 一张是木头做的椅子 一张是水泥做的椅子 请问你们会选择哪一张 木头嘛 这个是大家的尝试 你绝对不会去选择水泥的椅子做 为什么 会很烫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那个水泥的椅子上面 我们再加上一片木头的话 那你觉得它会成为你的选项之一吗 就有可能 这个东西就是木材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你在木造的环境底下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凉爽 跟一般的混凝土建筑物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混凝土的建筑物上面 叠上几层木构造的建筑物 它实际上跟一栋全木造建筑物可以达到的效应 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把混凝土跟木造建筑物混在一起的建筑类型 我们把它称为混构造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到底台湾我们可以怎么去盖木造 在台湾目前我们可以盖到四层楼高跟十四公尺 这个是指你的梁跟柱 完全都是用木头的情况底下 如果说今天你有一栋三层楼四层楼的混凝土建筑物 你想说我应该怎么去改善它 让它的生活环境可以比较好 你可以应用我们刚刚的概念 去进行一个老宅翻修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部分混凝土的梁柱 去把它拆除 去换成我们的木构造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创造出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混构造 它的重量比较轻 而且它对于你的整体的生活环境 也会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如果说你今天住的是一栋高层的建筑物 你未来如果有机会 你也可以有机会把里面的楼板 墙板都换成木造 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有点类似我们刚刚讲的 把木头放在你的水泥水泥块上 透过这样的一个更新 实际上我们可以达到非常重要的 刚刚提到的建筑轻量化这件事情 原本全部都是混凝土的建筑物 如果是100的重量的话 你仅仅只是把它的墙板去做抽换 它就会降到原本的62 也就是说它有38%的重量减轻 对于地震的防护上来讲 就会显著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木构造我们刚刚有讲 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 最大影响是你住在里面会觉得非常的舒适 所以当我们在夏季的时候 至少会跟混凝土的建筑物感受到至少3到4度的差异 那你就会少开冷气 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 在夏季电量高峰的时刻 你至少可以减少20%的能源消耗 这个对于我们整体在谈能源的不足 或者是永续环境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想象如果我们有更多这种类型的建筑物 它对于我们整体节能上面的一个表现 其实是会更好的 实际上在全世界 美国 欧洲 甚至在日本 都开始在竞相的发展高层的木构造 在美国有26层楼高的木构造 在欧洲也有超过20层楼高的木构造 甚至于在我们临近的日本 在今年恒滨有盖了一栋11层楼的木构造 你很难想象在日本有台风 有地震 然后又有非常多的天灾 他们也可以盖出超过10层楼以上的木构造 所以用利用木构造这个东西 来改变我们的都市生活环境 成为一个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想想台湾未来越来越稀缺的能源 想想木材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让我们永续使用 永续利用 对环境非常友善的一个材料 想想我们想要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怎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让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永续的都市木造生活 谢谢 谢谢